我叫林小霞,高中毕业后我退学了,在父母的安排下,和几个同乡一起来广东打工,成了一个电子厂流水线上的工人。 由于没有办理合法的入职手续,厂长怕我们走漏风生,没收了我们的身份证。 每当劳动监察部门来检查的时候,我们这些没证的黑工都得偷偷躲进地下室,所有人都捂紧自己的嘴,不敢弄出一丝一毫的声响。 就是在这个潮湿又肮脏的地下室,我认识了李耀成,他是我暗淡生命里唯一的一缕阳光,那一年,他19岁。 用大家的话来说,他是我们厂里最亮的仔,皮肤白皙,身材挺拔,长得干净利落,加上一口标准的普通话,整个人都显得很洋气,是一个难得一遇的气质型帅哥。 因为做事马里人又很机灵,厂长让他照顾好我们这些高危人群,但凡有个风吹草动,就要立即转移。 我记得有一次,外面狂风大作,暴雨倾盆,突然大门外一阵混乱,检查队冒雨来了。 在李耀成的指挥下,我和十几个人,慌慌张张地躲进了地下室。 黑暗中,压抑的空间,就像一张怪兽的嘴,把我们死死含在身处。 就在所有人都进入寒蝉时,我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从脚面上爬过,借着缝隙里透过来的光,我低头一看,竟然是一只比手掌还长的灰老鼠,泛着绿光的两只小眼睛正贼兮兮地盯着我。 当时,我头皮立刻麻了,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,条件反射地尖叫了一声。 所有人都僵住了,他们正正地看着我,眼神中充满了恐惧。 李耀诚的脸都白了,这要是被发现,不仅我们完了,老板完了,他也完了。 什么动静,地面上传来脚步声,随后我听到一个刻板严肃的声音说,这怎么还有个地下室,打开。 应该是野猫,对,就是野猫,这几天正闹猫呢,烦得很,是老板的声音。 那人根本不信他的话,打开,快打开。 老板试图再挣扎一下,领导,里面都是废料,又脏又乱的。 那人明显不耐烦了,我说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呢? 这时,李耀诚突然把大家推到角落里,随后扯起地上堆着的油毡布,没头没脑地蒙了过去,却单单把我拉到了出口处。 噓,别说话,配合点。隔着一道单薄的门,我已经感觉到了近在咫尺的危险。 难道他打算把我扔出去做踢罪羊吗? 嘶啊一声,我还来不及反应,云口就被他一把扯开,脖梗处突然袭来凉意,年轻的皮肤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羊之欲一样的光泽。 我本能得张嘴又要叫,没想到他都稳落了下来。我大脑一片空白,甚至忘了挣扎,一切恐惧惊恶都化成了破碎的银额。 门被打开了,你们在干嘛?检查的人根本没想到,会看到这么一幅香艳的场景。 老板更傻眼,说话都结巴了,成成成仔,你这这这事。 李耀诚像是被捉奸在床的肩膚,脸胀的通红,迅速挡住衣不遮体的我,语气中带着懊恼和恳求,老板,我不是故意的。 嗯,年轻人,能理解,能理解,老板立刻反应过来,笑容很猥琐,上上下下打亮着我,眼睛里像是要长出钩子来,比野猫还野。 因为冒充李耀诚刚从外地来的女朋友,我逃过了一劫,地下室里的其他人也安然无恙。 这件事过去后不久,李耀诚被提拔成了车间组长,愈发春风得意起来,成了场妹们心中的男神。 而我,虽然不像那些浅薄的女人一样,成天把喜欢挂在嘴上,却似乎和她之间有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。 谁都没再提起当天的事,但我有一种预感,早晚有一天,自己会变成李耀诚真正的女朋友。 毕竟,她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亲过我。 没想到,一个月后,一切关于美好初恋的憧憬都破碎了。 我妈打来电话,让我回去结婚。 说是拖了好多关系,才找到一个条件特别好的本地人。 在城中村,有三栋楼,就是俗称的包租公,42岁,老婆跑了好多年了,无子女。 我要是嫁过去,就是货真价实的包租婆,一辈子不愁吃穿。 包不包租婆我不知道,我只知道,她比我爸大六岁。 促使我妈一口答应这门亲事最直接的原因是,人家愿意出二十万的彩礼,她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。 二十万,不仅可以供我递上大学,以后还能帮她挑个好媳妇,一举两得。 当初辍学就是因为弟弟,如今莫名其妙被安排结婚,还是因为她。 可是现在我心里有了李耀成,本能的就想反抗,对她说,岁数太大了吧,再说了,法律规定,你的满二十才能结婚,不合法。 哎呦呦,这才出去几天啊,还跟我讲上法律了,你真是能耐了,我妈嗤之以鼻,她向来众男轻女的厉害。 我这个女儿,在她眼里的唯一价值,恐怕就是能换一份沉甸甸的彩礼。 随后,她恶声恶气地威胁道,别进酒不吃吃法酒,你这样的,有本地人要就不错了,什么岁数大小的,不知好歹。 挂了电话,我憋屈极了,真想不顾一切地奔向李耀成,让她帮我想想办法。 可我又不是她什么人,到底要怎么开口。 不一会,我爸又打来了电话,小霞,听话,我们也是为你好,趁着年轻,赶紧嫁个好人家,难道你要在工厂里打一辈子工吗? 我冷笑道,应该是趁着年轻,才能卖个好价钱吧。 我刚查出病来,估摸着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,爸的声音有些哽咽,沉默的片刻又接着说,你妈皮气暴,你弟还小,要是没这二十万,他们怎么活,我真是死不瞑目啊。 我的笑容凝固在脸上,心头涌上一股巨大的悲哀。 在这个家里,爸虽然窝窝囊囊说不上什么话,但相比之下,算是跟我最亲近的人了,他竟然,我鼻子一酸,心一横,当下就点了头,爸你别说了,我嫁。 那一刻,李耀诚拿着饭盒从不远处走了过来,他正打算去食堂,脸上带着让人心安的笑,可眼泪模糊了视线,我只觉得他越来越远,就像风吹白云,转瞬即逝。 和生死相比,刚刚萌芽的爱情,又算得了什么呢? 一周后,我辞去了电子厂的工作,住进了城中村,变成了包租公审财发的老婆。 说是老婆,也不十分恰当,因为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,他和我家里商量先不白酒,等三年后领了证,再好好操办一场。 为了保证双方的利益,那二十万的彩礼,被平均分成了三十六期,每个月十五号打到我妈的卡上。 也就是说,我是沈财发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回来的。 沈财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,家里有三栋六层的自建房,原本是郊区地方,没想到,这些年城市向外扩张,这里歪打正着,成了副中心。 越来越多的企业落户,越来越多的打工人涌入,他索性挂上了白领公寓的招牌,舒舒服服地当起了包租公。 我们的婚房被安排在二号楼第六层的东面,据说找大师看过,是风水极佳的位置。 不仅能让主人才人滚滚,赚个盆满钵满,还能保佑枝繁叶茂,万子千孙。 最少要生三个,新婚之夜,沈财发毫无感情地布置传宗接代的任务,似乎我就是他买来的生育机器。 我害怕急了,浑身僵硬,不知道即将迎来怎样的疾风暴雨。 没想到,前后不过一分钟,一切都结束了。 年纪大原来也是有好处的,我这才松了口气,紧绷的身体渐渐放松了些。 不错,他满意地叹了口气,听说你在工厂时和一个男的搞过,我还担心。 当时我真觉得恶心坏了,像吞了一只苍蝇,卡在喉咙里不上不下的,只能死死闭着眼睛,假装睡着了,心里却搅着疼了起来。 就在那一刻,我才清晰地意识到,自己永远失去了李耀诚。 那个在黑暗中给过温暖和阳光的男人已经彻底离开了,再也不会出现了。 结婚一个多月后,我妈才打来了第一个电话。 主要内容有二,第一,催第二期的彩礼前,第二,问我怀孕了没。 我嘟囔着,怀孕又不是一个人的事。 我没好意思说省财发不行,每次都是不到一分钟,而且还是在吃了药的情况下。 窝囔玩意儿,跟你爸一个样,妈在电话里破口大骂,结婚结婚费劲,生孩子生孩子费劲,你说说你,还能干点啥。 省财发把电话接了过去,笑着说,妈,别生气,小霞还年轻呢,孩子早晚会有的。 对对对,还是小沈懂事。 我妈立马换了一副嘴脸,对着这个比她大了快十岁的老女婿喜笑颜开,谄媚的态度隔着千里都没有一丝损耗。 那彩礼,你看看,放心,我马上转过去,省财发爽快的回应,拿起自己的手机,就给我妈的银行卡打了五千五百五十五元,一分不多,一分不少。 叮了一声,我听见了电话那边的倒账提醒音,到了到了,小沈啊,真是没话说,我妈姓高采烈地喊着,那我不打扰你们了,就这样吧。 挂了电话,省财发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笑,随后抬了抬我的下巴,找个有钱的老公,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 我的心情很复杂,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草市上的牛马,除了眼睁睁地看着买主卖主交易,什么也做不了,还得保持微笑,恐怕被人家嫌弃。 日子就这么波澜不惊地过着,见我老是芭蕉,没什么外心,省财发终于交给我提项重要的工作,管理白领公寓。 当然,收房租的二维码依旧是他的。 这三栋楼,一共出租了三十间房子,每个月收房租的日子从一号排到了三十号,省财发酵得很夸张,露出一口黄牙,他挟了我一眼,老公是不是很体贴,怕你闲得无聊,天天都有事做有钱收。 我只能点点头,这是体贴嘛,这是怕我有多余的时间出去吧,再说,收的钱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? 虽然排气让我心里不爽,不过,当拿到那串沉甸甸的钥匙时,不得不承认,虚荣心还是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 怪不得人人都想当包租公包租婆,看着年纪比我还大的租客们,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上交时,那种愉悦感是无法形容的。 就好像整个世界都是我的,我是主宰天下的女王。 当然,这种感觉只限于白天收租的时候,到了晚上,省财发才是真正的王者,我就是案板上的鱼肉,任人宰割。 说实话,结婚一年多,我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结吻。 每当这个时候,我就闭起眼睛,幻想身上的人是黎耀诚,努力回忆着刻在脑海深处的那个突如其来的初吻,强悍又温柔,让人意乱情迷。 残存在心底的一丝悸动,支撑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黑夜。 整体上来说,省财发对我的表现还算满意,虽然她那方面不行,但作为老婆,我似乎也从没嫌弃过。 除了没什么互动之外,还经常一脸很享受的表情。 这让她充分体会到了男人的尊严。 就是有一点,我的肚子一直没动静。 一天吃午饭的时候,她突然发难,你该不会是个不下蛋的母鸡吧? 我对她说,不会的。 我并非信口胡说,因为爸妈那边催得紧,我早就去诊所检查过了,一切正常。 省财发一脸狐疑地盯着我,你说不会就不会了,你是不是和野男人生过? 说的什么话,我不想理她,站起来就要走,却被省财发一把拉住了。 你走什么?心虚了吗?是工厂那个吧? 省财发简直无理取闹,是不是养伟的男人都自卑多疑? 这个时候,她偏偏还要提力要成,那个我藏在心底不能碰的人。 还真是她,省财发把筷子拍在桌子上,怒气冲冲地就给了我一耳光,见货。 是不是生过孩子,难道你不清楚吗? 我捂着火辣辣的脸,新婚之夜,她还看着洛宏那么得意,难道这么快就忘了? 哼,她似乎想起来了,自觉理亏,咬着牙签挠了挠头,那玩意可以修复的,几百块钱就搞得定。 我当时觉得,受了莫大的侮辱,脑袋一热,张口就说,我早就检查过了,没问题,倒是你,应该去医院看看。 反了你了,臭婊子,这句话戳到了省财发的痛处,她猛地站起来,抓住我的头发,用力往桌面上撞。 残羹剩饭被泼洒得到处都是,好几个碗碟都碎了,细小尖利的渣子刺进了我光洁的额头,不一会鲜血就流得满脸都是。 伤口不大,却触目惊心,我拼命挣扎,大喊救命,试图摆脱省财发的控制。 可没有用,男女之间的力量悬殊实在太大了,我觉得脑袋嗡嗡作响,眼前一阵阵发黑,整个人好像要死过去一样,没有一个租客敢来劝阻。 在这个城市里,最冷漠的就是人情,谁也不会多管闲事。 没想到,这种暴虐的场面竟然刺激了沈财发的神经,它突然来了兴致。 这次,足足折腾了半个小时,堪称医学界的奇迹。 接下来的一周,沈财发心情很好,进进出出,总是哼着歌。 周末的时候,还破天荒地给我转了520块钱,说是大家都在过情人节。 顶着满脸的窗壳贴,我冷笑了一声,这可真是货真价实的皮肉钱。 沈财发找到了规律,每次兴致上来的时候,都要变着法子打我一顿,而且一定要见血,只有见了血,它才能意气风发。 所以,从那天开始,我浑身上下总是伤痕累累的。 也许有人会问我,你为什么不报警呢?这算是家暴啊。 我怎么能报警呢?且不说伤势不够重,根本到不了判刑的标准。 要是收不到剩下的彩礼钱,我妈非得打死我不可。 熬吧,熬够三年,我一定要逃走。 但,过完春节后,我改变了主意。 那天恰逢2月14情人节,有几个新租客上门,我在人群中看到了黎耀城。 这么长时间没见,他似乎更稳健了,只是站在那里,浑身就一一发光,和以前相比,多了几分成熟男人的魅力。 猛地看到那张日思夜响的脸时,我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,狠狠地掐了大腿一把。 小霞,你给安排一下房间,审财发正忙着指挥人翻新二号楼的外墙,顾不上这些琐事。 我激动坏了,把头发往耳朵后面拢了拢,又使劲咬了下嘴唇,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气色好一些。 老板娘,有高楼层吗?我喜欢安静一点,黎耀城似乎根本没认出来我是谁,眼中毫无波澜。 顶楼行吗?我压抑着胸膛里那颗雀悦的心,感觉它马上就要跳出来了。 可以,它的声音还是那么动人,沙哑中带着雌信,听得人心痒痒。 二号楼603,我递过去一把银灿灿的钥匙,那上面寄托了我的千言万语。 这几年你还好吗?为什么离开工厂了?现在哪里上班? 最重要的是,你还记得我吗?那个被你亲过的林小霞。 小霞,你先带人上去,审财发站在乌烟瘴气的施工现场,身上蒙了一层墙灰,远远看去,就像个肥瘦的兵马俑。 好,他话音还没落,我就一口硬了下来,积极地让人费解。 谁都知道,包租婆林小霞最讨厌爬楼梯了。 快速安排好其他人之后,我才领着黎耀城磨磨蹭蹭地往六楼走。 喧闹的人生渐渐远去,走廊里只有我和他,一前一后。 听着身后踏实有力的脚步声,一下一下就像踩在我的心上,又甜又痛。 空气里全都是他的味道,熟悉又陌生,那里面抵挡着我青春的记忆。 我忍不住偷偷深吸了一口气,没想到这个微小的动作引起了他的注意。 累了吧,要不歇会儿? 不,不累,我结结巴巴地说,需要能被他认出来,可又怕被他认出来,那种心情很复杂,很纠结。 记得你最不喜欢爬楼梯的,李耀城笑着侧过头,看到我一脸惊愕的样子,他又接着说,一进门就认出来了,人太多,没好意思。 他认得我,他竟然还认得我。 那一瞬间,我的大脑中轰得响了一声,璀璨的烟花猛地炸裂绽放,渲染出最炫目的颜色。 忘了吗?我是,见我愣在那不说话,李耀城打算自爆家门。 李耀城,知道的,我矜持地笑了笑,努力掩盖心底的激动,刚刚登记的时候,我就看到你名字了。 几年没见,没想到你成了包租婆,成了有钱人。 李耀城耸耸间笑了一下,自嘲地说,不像我,还是个打工仔。 你误会了,我不是。 真是太滑稽了,就因为跟了沈才发这个包租工,曾经的厂妹也成了有钱人。 我又重复了一遍,真没钱。 李耀城曲解了我的意思。 哈哈,放心,我不会拖欠房租的。 我的心情好极了,下楼的时候破天荒哼起了歌,一想到接下来的日子每天都能见到李耀城,就有一种小路乱撞的感觉。 没错,我是故意把它安排在二号楼603房的,就在我和沈才发房间的对面,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近的距离。 房子很抢手,当天就租完了。 收了一大笔钱,沈才发的心情很好,开始变着乏地伤害我。 我死死咬着嘴唇,强忍着一声不吭,恐怕被李耀城听见。 见我不出声,沈才发折腾得更凶了,尖锐的疼痛直戳灵魂深处,我终于忍不住了,低喊了一声,痛苦中带着隐忍,悲怅中带着羞愧。 再说,沈才发在本地的关系,盘根错节,又是那么残暴的一个人,我不想毁了李耀城。 李耀城问我,他打你,他果然听见了,第二天一早,趁着四下没人,他问了一句,没有,我深深埋下了头,这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,我下意识拉拉绣口,试图盖住不幸婚姻留下的证据。 他一把扯开了我的手,一道道亲子的疤痕露了出来,旧的已经暗沉,新的也已经结架。 这,可能没想到会这么严重,李耀城正正地盯着那些受伤的地方,一下子愣住了。 怕被沈才发看到,我迅速把手臂抽了回来,努力扯起嘴角,露出一个不自然的笑,不碍似的,习惯就好。 李耀城一言不发,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之后,转身出门了,看着他离去的背影,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,我瘫坐在椅子里,真想大哭一场。 他会瞧不起我的,是的,他一定会瞧不起我的。 为了钱,林小霞不仅嫁给了一个中年大叔,还心甘情愿地忍受着虐打,一点骨气都没有。 正当我独自伤心的时候,李耀城突然又回来了。 给,他的手里多了一支药膏,刚买的,擦上能好得快一点。 我本能地拒绝,不,不用了。 见我难过又别扭的样子,李耀城索性拉过我的手臂,把药膏小心翼翼地涂在上面,一边涂还一边吹着,有点疼,忍一下。 我的心瞬间破防,憋了很久的眼泪,噼里啪啦地掉了一地。 从来没有人问过我疼不疼,他是第一个。 做完这一切,李耀城深吸了一口气,承诺半赏才说,有什么需要帮忙的,跟我说,我去上班了。 我一句话也没说,红着眼睛送他离开。 恍惚间,心底涌出一种妻子送别丈夫的恋恋不舍,我知道,这是不对的。 虽然我和沈财发还没有办结婚手续,但我们是夫妻,他给了我加一大笔彩礼钱,那是不可更改的契约。 再说,沈财发在本地的关系盘根错节,又是那么残暴的一个人,我不想毁了李耀城。 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,说看到李耀城给我上药来着。 太阳落山的时候,沈财发从牌局上气势汹汹地赶了回来,一进门就给了我一耳光。 见货,他破口大骂,还学会勾引人了? 我捂着脸,眼中全是惊恐,你疯了,这是他第一次当着别人的面打我。 邻居们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,站在门口看热闹。 阿发,消消气,我们去打牌啦,几个关系不错地上来拉他,也许是怕被人看了笑话,沈财发气呼呼地离开了。 当晚,又免不了一顿打,像是故意要让住在对面的李耀城听到,沈财发这次下手更重更狠,一边打一边还大骂着,也不撒泡尿罩罩,你算了什么东西。 我抱着头缩在墙角里,硬生生地扛着暴风骤雨一般的拳头,恍惚间,觉得自己好像快要死了。 咚咚咚,正在这时,耳边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,是李耀城,你不能这么打人,是犯法的。 老子教训老婆,关你什么事,沈财发黑着脸,我猜要不是看在李耀城交着房租的份上,他肯定一拳打过去了。 你要再打,我报警了,李耀城咬着牙说,鹅角的亲筋隐约可见。 沈财发狠狠瞪着他看了一会,砰了一下把门摔上了。 那一夜,因为李耀城的介入,我逃过了一劫,之后很长一段时间,不知道是怕被告发还是有所悔悟,沈财发都没有再动过手。 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,我觉得也许经过这一次,一切都会变好。 沈财发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,开始跟李耀城称兄道弟。 阿诚啊,你说得对,老婆是用来疼的,怎么能打呢? 阿诚啊,我这么大年纪了,还不如你这个小老弟,真是惭愧。 阿诚啊,以后有机会,我带你做生意,发大财。 一开始,沈财发说这些话时,我还觉得别扭得很,李耀城也不太自在,以为他是故意要给我们难看。 没想到,李耀城真的赚钱了。 拿着人生中的第一个十万,他激动地差点哭出来,发哥,真的太谢谢你了。 好说好说,都是自家兄弟,沈财发得意地晃了晃头,一脸诚恳地说,我可是拿你当亲弟弟的,肥水不流外人田吗? 看着沈财发这么大方,我心里忐忑不安,私下问李耀城,你们到底在做什么生意,不要被骗了。 投资理财,赚得很快的。 李耀城很开心,小霞,我打这么多年工,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 赚到就好,我的心里有些苦涩,李耀城和沈财发的关系越近,和我的关系就越远。 小霞,其实发个人不错的,就是脾气不太好,李耀城挠了挠头,之前我可能有些误会,你既然嫁给他了,还是好好过日子吧。 听到这句话,我不知道该露出什么样的表情。 也许,对男人而言,金钱事业永远比爱情重要得多,就算是我心底的白月光,也不能免俗。 我自嘲地笑了笑,自己本来就配不上它,这样也挺好的。 沈财发不计前嫌,李耀城努力上进,我迷途之返,多完美的结局。 就在这时,我发现自己怀孕了,那颗悸动的心彻底沉寂了下来。 有了孩子,我和沈财发这一辈子,都不可能撇清关系了。 至于李耀城,他会有自己的生活,自己的妻子,儿女,以前的事,就当从未发生过吧。 沈财发高兴坏了,抱着我又亲又养。 突然间,他意识到自己的动作太粗鲁,恐怕伤了肚子里的孩子,赶紧后退了两步,尴尬地搓了搓手。 小霞,从今天开始,你什么也不用干,就好好养胎,给我生个大胖小子,我木讷地点了点头,随便吧。 看得出来,沈财发是发自心底的高兴,他头一次大方地转给我五万块钱,说是生意奖金。 大家都很高兴,只有我不高兴。 三个月后的一天,李耀城来问我借钱。 小霞,能借我五万块吗? 三天后就还,他看起来很着急,眼睛不停地看着手机。 我犹豫了一下,想起那笔生意奖金,点了点头。 就算我们不能在一起,他也是我心底最在意的那个人,无论何时何地,只要他开口,我一定不会拒绝。 打个借条,李耀城在一张A4纸上写下了几行字,又从中间撕开,递给我一张。 一是两份,我不会赖账的。 不用,我心里一酸,推了回去。 亲兄弟明算账,李耀城黑黑一笑,拿起那碟钱,消失在黑夜中。 三天后,李耀城没回来。 审财发说,最近收到拆迁的风声,打算加带一号楼,现金不够,问我要那五万块,事情败露了。 林小霞,你这个贱货,他恶狠狠地盯着我,使劲催了一口吐沫,竟然敢用我的钱,去养野男人,简直找死。 我咬了咬嘴唇,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,强忍了半天,最终还是混着巨大的悲伤咽下去了。 那个王八蛋,要是让我抓到,非打死他不可。 又一脚踹了过来,我紧紧护住肚子,怕伤到孩子,他的语气中满是怒不可遏,我拿他当兄弟,他惦记我老婆,该死。 别说得那么难听,我只是借,他会还的,我紧紧抱着身体,把自己缩成一团,试图解释。 你还真是贱啊,沈才发一脸鄙视,人找他妈跑了,你还替他说话? 少用那死鱼眼瞪着我,他不耐烦地站起身来,指着我的肚子说,孩子生下来,马上去做亲子鉴定,有半点不对,老子肯定摔死这个野种。 你敢,唇边带着一衣血字,一股铁锈味布满了口腔,我定定地盯着这个面目猙獰的男人,又重复了一遍,你要是感动孩子,我跟你拼了。 砰的一声,门被重重摔上了,我顿时泪流满面,正正地盯着窗外,李耀诚,你到底去哪? 虽然没有了五万块钱,一号楼的工程还是如期进行了,要知道拆迁可是不等人的。 因为李耀诚的事情,沈才发很不高兴,竟然光着膀子亲自上阵,狠狠地搅拌着水泥,像是在发泄。 我手里死死攥着那张借条,什么也不敢说,什么也不能做。 一阵阵悲伤从心底涌了上来,虽然沈才发骂得凶,但李耀诚跑了,是不争的事实。 在我和五万块钱之间,他做了再明确不过的选择。 工程进行得很快,沈才发就像一个纯粹的建筑工人一样,每天精心地砌墙磨水泥,工人都下班了他也不回来,经常一个人忙到半夜,似乎愤懑的情绪也慢慢得到了缓解。 看见眼前的一切,我叹了口气,好好做个包租婆吧,收租不香嘛,干嘛非要谈感情呢,伤身伤心。 就在一号楼完工的那天,一群陌生人找上门来,沈才发呢,让他出来,你们是我捧着肚子,一脸警惕地盯着眼前的男男女女。 哎哟,你是沈才发的小老婆吧,肚子都这么大了,小心流产,一个中年妇女斜了我一眼,满脸鄙视。 你怎么说话呢,我一头雾水,不知道哪里得罪他了,遭来这么恶毒的诅咒。 一个男人恶声恶气地说,叫沈才发出来,跟你说不着。 干什么,你们要干什么,沈才发终于出现了,看到这群人,明显震了一下。 好妹夫,你还记得我吧,中年妇女挤了过去,抹着眼泪说,这些年你过得好不舒服,娶了小老婆,还要生娃,可惜我那妹妹至今下落不明。 听她这样说,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了,这是沈才发前妻的家人。 据说,他们已经十几年没联系了,怎么这个时候出现了? 别说那些没用的,你们干嘛来了,沈才发一脸不耐烦,似乎不想跟这些人有什么牵扯。 听说你们这里要拆迁了,中年女人抹了抹脸,立刻换了副表情,笑着凑了过去,我妹妹是不是也要分一半。 沈才发早有防备,她瞪大了眼睛,毕生说,怎么可能,她都失踪十几年了,早就被判定死亡了。 再说,当初我可是给了你们十万块钱的,大家也说好了,一笔勾销。 哎呀,十万块就想打罚我们啊,中年女人喊了起来,你这些房子,怎么也得直上千万吧? 沈才发一口咬死,上意也跟你们没关系。 强硬的态度惹了众怒,这帮人见捞不到油水,疯了似的冲了进来。 几个男人还从旁边正在收尾的工地上拿了铁鲜,钉钉框框就砸了起来。 我吓坏了,缩在角落里,一动也不敢动。 不知道打了多久,突然,那个中年女人高喊道,看,这是什么? 喧嚣的声音一下子消失,我从缝隙里一看,墙角被铲开一大块,一具森森的白骨露了出来。 沈才发的脸色比猪肝还难看,她咽了咽唾沫,看着眼前的人,艰难地说, 你们要多少,我给。 沈才发已经没有机会给钱了,那群人报了警。 经检测,那具意外被发现的白骨,正是沈才发失踪了将近二十年的妻子。 原来,沈才发一直都是各家暴男,当年夫妻吵架时,他一失手把人打死了。 为了掩盖罪行,他谎称妻子离家出走失踪了,却把尸体藏在了墙里面。 人以为神不知鬼不觉,没想到,却在这次抢家产的大战中,误打误撞重现了天日,沈才发被判了死刑。 我肚子里的孩子,成了这三栋楼的唯一继承人。 爸妈还有弟弟,高高兴兴地从老家搬了过来,和我一起,过上包租婆的生活。 至于拆迁的事情,迟迟没有落实,后来听说这个地段并没有在规划图里。 大家都觉得可惜,只有我暗自庆幸。 只要这几栋楼还在,只要我不离开,李耀成就总有回来的可能。 在内心深处,我一直不相信他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。 十年后,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包租婆,烫着一头羊毛卷发,穿了一双人字托,有些时候还叼着牙签。 隔壁药店的老板说,霞姐,听说咱们这片要拆迁呢。 拆拆拆,说了十年了,我催了一口,你也信。 第二天一早,我接到了社区的通知,说让带好手续,去登记房屋面积,真的拆迁了。 拆迁队伍进了城中村,看着眼前的烟尘,这些年的日子,犹如斑驳的老电影一样,在脑海中浮现。 从厂妹到包租婆,我经历了太多的风雨,那些熟悉或者陌生的面孔在眼前一一划过,让人唏嘘感慨。 突然,负责清理的工人大喊一声,快来人啊,这墙里怎么有个死人骨头啊。 沈财发亲手改建的一号楼的部分墙体慢慢坍塌,狂风大作,一张泛着黄的纸条从废墟中飘到了我脚下,上面的字迹依稀可见。 经界林小霞五万块钱,三日后归还,必要成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。